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证明50多岁的女性确诊者 5月7号参加万华青龙宫靖香团 搭乘游览车 先是前往彰化鹿港竹安宫 和方苑普天宫 晚间在嘉义部队嘉义庙用餐 5月8号再前往新温嘉义庙 参加冲水路迎客王祭典 并在当天返回台北 他在除了有在有用餐 用餐以外其他都是在户外的部分 都是有戴口罩的 那我们也立即来做一个 一个消毒的一个工作 该名女性确诊者 10号出现病状 11号裁剪 12号宣告确诊 经过回溯调查 鹿港竹安宫和方苑普天宫 接触者加起来有39人 目前已经安排裁剪 相关单位除了加强消毒作业 同时也加速进行活动 和接触时调查 三地新闻 中高报道 中高报道 谢谢大家